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宣布,花莲进入准三级的防疫警戒 也比照中央公告的九大防疫指引 全面的推行防疫的措施 而16号的一早县长徐甄卫 是来到了玉里镇的菜市场 视察镇内公共场域的防疫措施 以及民众戴口罩的情形 呼吁民众出门不要忘记戴口罩 勤洗手,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而面对疫情需要谨慎 但不必过度的恐慌 一早菜市场依然人来人往 不过比较不同的是 人人都戴上口罩一点都不松懈 这里是玉里镇菜市场 花莲县政府在15号宣布 花莲进入准三级的防疫警戒 比照中央公告九大防疫指引 全面推行防疫措施 县长一早就来到玉里镇的菜市场 视察镇内公共场域的防疫措施 以及民众戴口罩的情形 并且也呼吁勤洗手戴口罩 今天特别到市场 市场是我们大家人流最多的 而且大家天天会出来的地方 所以正会希望我们从最最小的市场 除了叮咛大家这个戴口罩 情洗手以外 这个每一天这个镇公所 也会这个为请我们的清洁队 来做整个大消息 另外徐政卫也特别强调 婚丧喜庆时间 如果是无法延后 大家一定要落实 情洗手戴口罩防疫工作要做好 这个婚丧喜庆的地点 这个没有办法延后的话 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好 这个防疫的工作 还有这个酒精消毒 还有实名制 在这里再一次呼吁大家 徐政卫表示 除了勤用肥皂洗手 避免触摸眼鼻口 生病在家修养之外 也要继续保持个人的 良好卫生习惯 也要维护环境的清洁 大家必须起心 同舟共计 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来维护民众健康 以及环境的安全 记者高松松 徐政采访报道